呵呵 妈妈在同样 儿子放学回家 以为妈妈去了外婆家 妈妈在同样 别管这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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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这个事情 毛的头 妈妈我带同样 妈妈我带同样 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宝贵球 在哪呢 你东西准备好了 鞋都换好了 你在家陪妹妹 你几个人去 嗯 我都准备了玩具给我的伙伴 你是谁伙伴 什么伙伴 这是圆圆 就爷爷 什么 圆圆呀 圆圆是吧 嗯 你看 我给你猜猜是 玉 啦啦啦啦 变 妈妈等我还回来呀 我都饥饿了 妈妈要回来看回书吧 好吧 妈妈 妈 还是找他呀 陪了燕燕两年的乌龟 前几天晒太阳 要到花坛里了 晚宴小男人 我才陪了晚宴 打赢了对不对 别哭别哭了 会找到的 会活的 不会活的 有口味啊 会活的 咱们也不会拖进去呀 会拖进去的 妈妈 喂 喂我妈妈不是跟爸爸已经找好 星星都没找到吗 哎呀再找一次 救救你了 好吧 这个小乌龟 那还有一个小乌龟 我吃了一个了 哎 吃了 吃了最后一个我就没有一个小乌龟了 我吃了两个动物了 我吃了一个小乌龟的小乌龟了 妈妈 嘿嘿 有一个大洞 妈妈 我去那边 你去吧 妈妈 天智 妈妈 怎么了 哎呦 妈妈 我要把他带回家了 不能不能啊 不能带回家了 小龟已经死掉了 不能带回家知道吧 妈呀呀 这龟已经死了 没事没事没事 妈妈我要把他带回家了 不要不要 不要不能带回家 他已经死掉了 我帮他买起来好不好 好想他呀 带回家 带回家没用了 喂我呀喂我的 他不能吃食物了 哎呀喂我的 他妈妈去那个叔叔家几个敲过来 把他买起来 我们一起把他买起来好不好 可是他不喜欢土啊 我知道他不喜欢土啊 他喜欢水和沙的对不对 嗯 我们走吧 嗯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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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妈妈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小乌龟 小乌龟折到他妈妈的啊 你不哭了 但是妈妈在海边的 没事 他妈妈会折到她的 小乌龟 然后他会变成一个新的小乌龟 去找到妈妈的对吧 嗯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 小乌龟在家了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 走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好了 诶 多了 不要看 哎呀 看一眼吗 哎呀我待会我先看我先看 我怎么不去公园那边啊 这边太远了走不动了 这边也行啊 我赶紧回去吧 我走不动了 你看这是什么 什么 我的 诶 这不我妈也能砍吗 对啊 我就好奇你们有多少钱啊 你不会是基于这点的钱吧 没有 我这是好奇 难道你不好奇吗 好奇啊 这样你不打卡的主意就行了 肯定不会的 走吧走吧 前面刚好有烟银行 你是故意的 打有 那不然今晚不去公园 顺路顺路 来这里有影响 哎你等等 这老妈给我的卡 我来查 给我 好 我要进 干嘛 嘿有什么不能看的 不要出卡 马上就能知道了 哎 为什么你乱不准确啊 你乱不是你生日吗 你书什么呢 哦 我乱 关于使用 关带银行 自助设备 当你自己卡了是吧 对对对 我当我自己的卡 这个脑子 真是遗运傻三年 多少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看 等一下 到底有多少看这么久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我看一下 真的哦 我好看你 两万块钱吧 各十百千万 怎么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 老妈也没说 今天太多了 我不能用 我等一会 跟老妈讲一下 我这太多了 对对 你问一下 走吧 我们出去给老爸 打个电话吧 嗯 走吧 这个钱肯定不能动 小琴啊 你怎么了 没有啊 老妈给这么多钱 你不开心吗 开心啊 怎么会不开心呢 这我心里挺难过的 难过什么呀 我平时老爸老妈 手机简用的 你看 一个也就给我们 这么多钱 真的 我感觉为他们做的太少了 听人回家看他没谈都好难 父母不都是为了我们子女吗 你也不要难过了 这个钱我们也不会动的 以后你留着给卖养老 知道 好了 不要难过了 我们回家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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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这个书 干嘛 你都给你去 你这家干嘛呢 小孩在睡觉 你干嘛呢 书睡起来啊 好快把书睡起来的干嘛 我这书本来这么整齐 你现在书起来干嘛 你眼睛眼睛都会亮了 你看看不见吗 眼睛怎么坏了 他眼睛不好好的吗 哪里睡了 天天炸天天炸你看不见吗 炸我知道啊 他炸他不看书他也炸啊 你自己看 我知道啊 他炸他在看书吗 他就看书看坏的 知道吧 看书看坏的 那以前他炸了吗 你不要说他看书看坏的 他都是按时间看的 他电视也不看 手机不看 他肯定看书看的 不要说肯定看书看的 你有没有在你身上找原因呢 那应该是你的原因呢 你看 你以前不在家的时候吧 我在他也好得很吧 你看你今年回来了 这两个月吧 他是不是这段时间 开始眨眼睛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天天打他 打他 打他造成了心理压力 我打他能打他眼睛吗 不是打他眼睛 打他心理有压力 他压力大了 就会眨眼睛 怎么可能呢 不是怎么可能 我最上次摆住了 就是这样 这小孩叫抽筒症 我跟你讲 我觉得眼睛真有可能是 那我们小时候 都被打的 我们眼睛都没问题 都被打的 你老爸什么事都打你啊 你看 那爷爷吃饭 他早上吃多了 他中午不想吃 吃一点 你不行 你非要一大碗 把他发下去 我讲你你也不听 你就开始打呀 打 你说小孩不打不成钱 你非要打 不是吗 我说是啊 小孩是要打啊 你不能天天这样打吧 你这样就要 就要专制独裁 他不吃饭 他早上吃一大碗 他中午就吃 你别吃不下去 你有什么事 看什么事 根本里是你自己想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你看你是不是 那夜以前是不是不着 是不是你回来了 现在又开始砸了 你非要说 因为看书 怪我头了吗 因为是你书 给他看的太多了 今天逼着他认字 认那么多字 看那么多书 你应该不会吗 讲话 什么叫逼着他认字 他对他有兴趣 然后他才让我大认字 认字了 现在没有艺术吗 现在认识很多字 他来看很多书 他喜欢看书 我给他买点书 这不为过吧 对于是好习惯吗 买书不为过 看太多了 眼睛重要 还是看书重要呢 不是说眼睛重要 看书重要 他眼睛是不是看书重要的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那我发现他在哪个地方都砸 都已经清除了一种惯性的了 他已经坏了 看书看坏了知道吧 看书看坏了 我带到医院去了 带了两个门口 两个医院 那医生就说 是因为节目盈 有个医生说 有可能是 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 一个成长的过程 他说你不要去 可以提醒他 你看 他一砸 你就打 你去医院什么都有问题 什么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问题 我觉得门口的小医院就不行 自己还没有判断吗 你肯定看书 我不相信你的判断 我觉得门口的小医院就不行 你就要去大医院看 而且他眼睛如果真实的 就要干预 你怎么干预 怎么干预医生 这肯定有办法 如果真是因为 你给他的压力的过大呢 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说不可能的事情 事情大得很的 你把这些书怎么用哪去 书起来 书起来都会厌着 我要书你不要怪我 那我不管 真的是 你每天看 你看你叫 分子还叫 把米都叫醒了 我奶奶跟你讲